所以我覺得最糟的狀況就是說 還是說應該根本沒有考慮到國民黨 就完全不把他當一回事 那既然共產黨不把國民黨當一回事 你國民黨為什麼要把共產黨當一回事 國民黨是不是反而怕搞壞的氣氛 所以反而要這個怕激怒中國 對啊對啊我就怕嘛 所以說如果最後結果是朱立倫 跟黨務主管沒有出席 可是下面一樣交流的一塌糊塗的話 然後一樣什麼什麼兩岸一家親 然後什麼什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等等的話 那當然沒有斷交這回事了 一樣扣分然後當然沒有斷交這回事 那國民黨就永遠趴在地上 真的起不來了 來來美美姐來 我在想這件事情其實是這樣 選在這個時機點是這樣子 一方面中國你說他挖台灣的牆角 他其實是在跟美國下馬威 一方面當然就是說美國這個民主高峰會 邀請台灣 邀請台灣 中國沒有與會 這是打了中國很大的一巴掌 所以修理台灣 對他修理台灣給美國看 而且這個時機點是這樣 因為美國才剛宣布制裁他不久 而且不是只有美國 包括歐盟包括英國這些國家都要制裁他